各位同學大家好 歡迎收看少年新聞週記 只要是你care的事 通通我照你 我是潘兆雯 今天我們的棚井喜氣洋洋啊 沒有錯 過年了 先祝大家新年快樂 迎接龍年 希望大家喝文龍宗來 好啦 你知道龍的象徵意涵 可是東西大不同的 龍的形象到底怎麼來的 有的說是鱷魚 也有一派說是蛇 甚至有一個說法 那麼就是下雨的時候 天上的閃電 確實在蛇的生長當中 龍最特別了 它有雞爪 鹿角 蛇身 還有魚鱗 你看看世界上有這樣的生物嗎 所以古生物學家長期就認為 龍其實是虛構的形象 只存在神話傳說 但無論如何呢 東亞的國家對龍都很崇拜的 像是日本服飾會就常出現龍的形象 而且日本龍跟我們熟悉的龍很接近 唯一不同的是它有三隻爪 至於在泰國 緬甸跟尼泊爾等地 過去因為受到印度教的影響 本來它們是崇拜巨蛇的 後來在佛教加納金傳入之後 原本巨蛇的形象就多了龍型 從此變成三寶的守護者 而在台灣當然也有跟不少龍有關的 傳說跟活動了 全台灣都有舞龍的表演 唯獨苗栗發展出特有的 棒龍習俗 棒是客家話 炸的意思 所以棒龍就是在舞龍的時候 用大量的鞭炮來炸龍 那麼神龍在砲震當中 藤雲家屋一樣 炸得越厲害 代表來年越旺 活動之後 這個棒龍就會被火化 一來代表 除舊隱星 二來代表 功德圓滿 畫龍返天 迎接新的一年 那麼在東方 龍代表吉祥 但是在西方社會可不是這樣 西方的文化當中 龍往往是邪惡的象徵 童話故事 王子鬥惡龍 故事的情節是什麼 這個公主被惡龍給抓走了 然後王子就斬殺這隻惡龍 救出公主 但是有個地方是例外的 那就是英國的威爾斯 當地的原住民凱爾特人相信 他們的守護蛇是一隻紅龍 著名的好萊塢Dragon Heart 魔龍傳奇裡頭 那隻善良的龍 就是龍的原型 一直到現在 威爾斯的騎士上還有牠 那麼族手的比賽場上 也看得到這一隻可愛的紅龍身影 如果說到歐洲的話 有勾起你的旅遊慾望嗎 過年這段期間 大家有什麼樣的旅遊計畫嗎 如果你沒有辦法出遊 只能待在台灣 接下來就跟著我們鏡頭 一起到遠方的冰島看看吧 我們的邵州記者順陽已經在現場了 哈囉順陽你在哪裡啊 我們今天來到的是冰島的冰河湖 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們後方 非常多正在滑動的冰塊 像我現在前方這塊 非常大塊非常薄 它現在要撞到我的 站著這塊比較穩健的地方 但是我不敢踩上去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它已經非常的透了 所以很有可能一踩下去 就會像這樣 整個沉下去 還蠻危險的 所以還是站這邊就好了 它這邊冰塊呢 都是從遠方那個高山上 這樣子整個滑了下來 雖然現在其實距離還很遠 但大家可以看到 在遠方那邊呢 有整個河流流下來的時候 瞬間結凍的樣子 非常非常的漂亮 但是來到冰島呢 還有一件事情 一定要做的就是呢 要吃這個冰川 留下來的結成冰 結成的冰塊 現在在這邊呢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晃動的冰塊 因為聽說呢 冰島的水 是全世界最好喝的 我們現在就來試試看 這個冰塊好不好吃 我們今天把上面的 今天早上還有下雪 我們把下雪的雪 整個撥開 撥乾淨之後 它就是很純淨的 冰河的冰塊 那到底好不好吃呢 現在幫我們試試看 就跟我這幾天喝的冰島水一樣 感覺非常乾淨 不會像台灣一樣有那種怪怪的水味 大家應該知道我在講什麼 但是呢 真的很冷 不過如果你們來到冰島呢 一定要試試看 算那個根據其他旅行的 在路上遇到的旅行的其他團人講說 可能你吃到有點不乾淨 可能會拉肚子 不會來到冰島嗎 一生可能就一次 一定要試試看 剛剛大家有注意到嗎 順陽講話的時候 好像有點微戰鬥的感覺 我在攝影棚裡頭都覺得冷了 他還吃冰塊 真的沒有問題嗎 真的沒有問題 你很鬧耶 你在幹嘛啦 嚇到人家了啦 你一個move就回到台灣來 好 既然你回來了 我就要問你了 你吃完冰塊你的肚子還好嗎 老實說啦 真的沒事 我原本因為我的會拉肚子 而且當時從冰河湖的正中央 要到最近的廁所 有一大段距離 所以如果真的肚子住狀況 我覺得可能會來不及 幸好我的腸胃很健康 那就好 當然啦 就像我在冰河湖上所說的 雖然冰島的水 堪稱是世界上最乾淨的水源之一 但是融化之後 和地上的泥沙混在一起 天冷的時候再結成冰 所以其實很難保證你吃的 每一個冰塊都很乾淨 不過如果你跟我一樣 抱著一生只有一次的機會 不想留下遺憾 還是可以試試啦 唯一覺得最可惜的地方是 我沒有辦法帶來回來給你吃看看 不好意思喔 我本人沒有要吃喔 好啦 剛剛看到冰島當地的地理氣候 真的是很特殊 那麼除了被冰川覆蓋之外呢 冰島還有另外一個稱號 那就是冰火之島 沒錯 冰島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元素就是火山 最近冰島可以說是岌岌可危火山噴發 包含像是去年底以及今年一月的冰島西南部 雷克亞內斯半島兩度發生了火山噴發 這座火山已經是從2021年以來第五度噴發 由於這兩次噴發的時間相距不到一個月 為了確保安全 周圍的居民這幾個月都已經撤離安置了 只有在觀測火山活動較為穩定的時間點 才能夠返回家園 兩棟房屋被燃燒的熔岩擊中 隨即起火大量黑煙不斷冒出 火勢更蔓延到一棟又一棟的房屋 冰島再次面臨火山噴發的威脅 徐浩斯方人不斷用出 雙方西南部的雷克亞內斯半島 十年十二月中旬 雷克亞內斯半島 一周月中旬會發生過火山噴發 由於一月的時間代入爆發 這就是了 我們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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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克亞內斯半島近日頻繁地震之後 當局先嫌已經預警火山會爆發 下令四千多名居民緊急撤離 所幸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而附近的熱門旅遊景點蘭湖溫泉也關閉 這已經是當地兩年來第五次的火山噴發 目前還無法掌握這一次熔岩的來源以及流向 其實冰島西南部從去年十一月開始 就飽受地震和火山噴發衝擊 當局雖然一度開放讓民眾能夠短暫返家 不過如今火山再度噴發家園重建工作 是一條漫漫長路 位在印尼蘇門達蠟島的馬拉皮火山 同樣再度噴發覆蓋附近的村莊和道路以及車輛 當局緊急疏散周邊人員 馬拉皮火山去年十二月才噴發 當時導致許多登山客受困山上 造成二十多人死亡 這一次再度噴發也讓印尼政府不敢大意 自然的力量真的是蠻可怕的 不過還好沒有傳出什麼人受傷 沒有錯 而且人員的安全真的最重要 冰島這一座法格拉達爾火山 如果從去年那次噴發往前推算 其實已經休眠長達了八百年的時間 這一次會突然梳醒 科學家就分析可能是氣候變遷的關係 不過趙文 我們現在都知道冰島是冰火之島 你要不要猜猜看 島上有多少座火山呢 十座 二十座 你的答案都不對 沒有關係 接下來就讓我們一起好好認識冰島 這個位於北大西洋和北冰洋交會住的小島 一年有六個月的時間 平均溫度都在零度以下 而且冰島的國土雖然只有台灣的三倍大 但火山數量可是有兩三百座 其中火火山就有五十座之多 那為什麼這小小的島上會有這麼多的火山呢 這個就跟地殼運動有關係了 冰島因為被歐亞和北美洲板塊貫穿 是世界唯一在陸地 能用肉眼看到兩大板塊匯集的地方 所以才會有這麼多隆起的地形嗎 沒有錯 像是冰島的右半邊屬於歐亞板塊 左半邊就是屬於北美洲板塊 在這兩大板塊的拉扯相互作用之下 讓火山活動相當頻繁 也因此這裡才會有極圈火島 以及剛剛我們提到的冰火之島的稱號 原來如此 但是你知道嗎 冰島因為這樣得天獨厚的自然景觀 帶動了他們的觀光產業 最夯的是什麼呢 火山探險之旅 不只可以到達火山口 而且還可以深入直擊火山的底部 遊客可以看到火山正在噴發 而且滾滾熔岩就這樣映入眼簾 人們就可以在火山的旁邊野餐啦 口熱狗啦 看起來好像有一點危險 但是大家不用太擔心 因為這些活動都是在專業科學家的監測之下 確保安全之後才實施的 當然啦 除了能夠撐起這些商業活動 還帶來了源源不絕的天然能源 像是供電系統來自水力和地熱發電 更是世界上唯一百分之百用綠色環保能源的國家 溫泉的數量更高居全球第一喔 在這兩百多座的碱性溫泉當中啊 最有名的就是這個藍湖溫泉 哇 也太夢幻了吧 我真的好想去 但是我要問耶 為什麼它的顏色這麼特別啊 應該有些人會知道 大片水分子會折射藍光呈現藍色 那這個溫泉它很特別就是因為呢 它含有岩漿成分的二氧化系 才會呈現這種夢幻的奶藍色喔 同樣因為這樣夢幻藍色文明的還有藍冰凍了 明天夏天呢 冰川融化之後的水流到底部之後就會侵襲成地下通道的景觀 等到冬天溫度低就會凝固變成冰凍 剛剛講的大片水分子會呈現藍色 那麼這些被擠壓的大冰塊因為沒有氣泡啊 光線不受干擾 所以藍冰凍看起來特別藍 由於呢這些冰凍是融化的冰川結凍而成的 因此呢每年藍冰凍的樹木大小每天都在改編都不太一樣 再加上全球暖化的因素融化的冰川還可不可以結凍 現在都是一個未知數了 那麼其實呢也不少專家研判很有可能跟氣候變遷有關係 不只是冰川融化地殼活動造成火山噴發 世界各地也越來越常出現異常的高溫或者是低溫 趙文啊看到了冰島的變化 其實最近幾年很多國家也越來越重視氣候變遷的問題了 到底有什麼辦法可以救救我們的地球啊 好拯救地球的確是很多年呢許多世界峰會的熱門話題 你還記得嗎我們的校園特派語言去年在杜拜COP28的這個採訪報導嘛 好當時呢各國的代表都在討論如何降低對地球的破壞 那我們個人又可以用哪一些小小的舉動救地球呢 我就要問你了你在過年期間都吃些什麼 過年嘛主席一定就是圍爐吃火鍋啊然後也炒好幾道菜放在桌上嘛 還有一個傳統就是一定要吃長壽菜啊 反正我們家的餐桌上一定很澎湃啦 那你都吃光了嗎 當然要吃光光啊一塊肉都不會省的很好 因為你知道嗎 減少食物的浪費也可以救地球喔 食物上座之前呢整個生產的過程當中就會產生了溫室氣體 而沒有被吃完被丟棄的食物就會被掩埋啦或者是焚燒 而且還會產生二氧化硫帶傲性這樣的毒氣 當他們排放到空氣當中就會變成空汙導致地球的暖化 那麼嚴重的話呢就會造成了氣候變遷 最驚人的是什麼 根據環保署的統計 全台灣累積每年的廚餘量高達220萬公噸 好換算下來呢可以堆出5萬座的台北101 5萬座101這數量也太驚人了吧 難怪救地球這件事情不只國家政府要做 我知道有很多的非營利組織呢 其實也早就跳出來響應囉 像是日戀瓦這個組織FreeGo就在畫面看到的 他們推動了公共冰箱的行動計畫 這個看起來像小木屋的就是行動冰箱喔 而且可以給人放置買太多或是即將過期的食品 讓有需要的人可以免費去拿 根據他們的觀察 這些食物不到一個小時的時間就會被拿光耶 所以讓很多的食物跟食品擺脫了變成厨余的命運 他們從2022年裝了第一台公共冰箱之後啊 短短一年時間就減少了3.2公噸的食物浪費喔 好除了不要浪費之外吃什麼樣種類的食物 其實也對地球有一些影響的 如果告訴你不吃肉也可以救地球 你相信嗎 我是相信啦 不過我是漏食動物 所以很難做到先跟大家講聲Sorry 好不用擔心不是要你借 只是呢少吃肉就可以救地球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呢這個生產肉品所產生的碳排放 比全世界的汽車啦船啦火車啦以及飛機所有的碳排加起來還要來得高 好這是因為呢所有的生畜他們的排泄物會排放大量的溫室氣體啦 怎麼可能我不相信 好我知道你一定會不相信 這是因為呢牛跟羊這兩種動物在進行反鋤的時候 腸道裡頭就會產生大量的甲烷氣體 那麼甲烷的暖化潛能呢會比二氧化碳還要高出21倍 所以囉少吃紅肉確實可以減少碳排放 剛剛我們說這麼多怎麼覺得地球好像毀滅不遠了 可不可以給我一點新希望啊趙文 好啦有啦有啦雖然氣候變遷溫室效應很嚴重 但是也因為氣溫的身高出現了一些生命奇蹟喔 科學家在笑容的西伯利亞的湧動土的淺層就發現了 四萬六千年前跟長毛巷啦劍齒虎同一時期的獻蟲 好這些過去被認為滅絕的獻蟲經過解凍之後居然大復活了 不僅呢適應很良好 而且在科學家的協助之下已經繁殖了一百代 科學的進步確實讓人太為觀止 不過科技也是一樣的 近期頭戴時裝置受到矚目 蘋果VDream Pro上市之後會帶動新一波的科技熱潮嗎 蘋果公司的logo以及手機又有什麼樣的秘密呢 稍後回來一起告訴你 歡迎回到少年新聞週記 過年期間除了吃吃喝喝娛樂活動也很重要吧 順陽你們家的過年活動都在幹嘛 過年嘛小朋友當然就是放煙火啦玩玩桌遊啦打打電動啊大人就是玩一些意志遊戲啦 像是打麻將應該算是活動重點吧 好當然啊這些活動是必玩的 但是在2024年的現在可能有人會跟你講這一些都已經落伍了 你知道現在最夯的是什麼嗎 是什麼 好就是蘋果這個月剛上市的蘋果眼鏡 蘋果的Vision Pro在幾年前其實就蠻多人在討論了 一直到慶雲年6月的時候正式亮相 當時呢就有很多媒體跟3C的YouTuber啊 就接受邀請到了這個發表會上頭去體驗 大家紛紛大讚 真的是全新的感受啊 這台Vision Pro其實在今年2月2日正式開賣了 所以現在可能有些觀眾的手上 你們已經拿到這台頭戴式裝置 雖然它的售價只額台幣破10萬元 但是讓不少人呢其實嚇到已經有點吃熟熟的感覺 但是它強大嶄新的功能呢 還是讓不少人願意貢獻出今年口袋裡的紅包錢 好所以你看完剛剛的介紹一台 大概是10萬多塊嘛 你會買嗎 嗯...我再考慮一下下啦 不過趙文你不要崇洋媚外好不好啊 蘋果的Vision Pro上市確實打開了新的領域 不過其實有很多台灣的品牌 也早就趁著這股熱潮推出類似的產品囉 你自己覺得他們有機會跟蘋果的Vision Pro比拼嗎 好如果是站在支持本土品牌的立場 當然是力挺我們MIT呀 但是消費者會不會買單 一起來看看 頭盔手把準備好腰部到腳踝綁上追蹤器 互動遊戲中扭腰擺臀完美複製不是問題 戴上這款頭戴式裝置靠著內部的偵測器以及鏡頭 不管是歪頭 甚至是想要抓耳朵 以及原地小跳一下 統統都能如實地呈現在虛擬的VR世界裡面 配備紅外線攝影鏡頭 除了肢體動作 還能偵測38種下半臉表情 這一組要價6250元 以商用為主 說到穿戴裝置大戰 就不得不提Apple Vision Pro Vision Pro是一個很棒的方法 去玩你的最愛的遊戲 穿戴式裝置Vision Pro 採用自家晶片支援眼睛 頭部手部追蹤 宣布今年2月正式開賣 但這一組售價3499美元 折合台幣突破10萬塊 一個10萬塊左右的產品的話 像我自己也會很好奇 它到底帶起來會有什麼樣的感覺 會激起更多人的一些好奇心 另外Meta Quest Pro 主打沉浸式辦公功功能 針對商用而升 定價1499美元 大約台幣47800元 PlayStation VR 2搭載4K OLED面板 強調觸覺感受 單機版18880元 不少玩家搶著掃貨 玩的起勢一定可以的啦 是要跟軟體 遊戲啦 或者說是生活上的應用啦 或者說是 有一些比較可以作業上的應用 可以比較 讓大家都需要使用它的時候 我覺得應該就會比較普遍 科技界新產品熱潮襲來 頭戴式裝置 玩家考量真實感 也看性價比 其實這些大廠互相較勁 最幸福的還是消費者啦 沒有錯 生活越來越便利才是重點 這次蘋果的Vision Pro 再次引爆話題 不過如果提到蘋果公司 很多人第一個會聯想到的 應該就是iPhone手機了吧 iPhone算很有名呢 但是蘋果過去可是以電腦起家的 我先問大家 你們知道蘋果公司的Logo 為什麼會被咬一口呢 其實最早Logo可不是長這樣喔 1976年蘋果第一代的Logo 創作靈感是來自於科學家 牛頓 但是這個Logo 可能想要表達特色太多 沒有辦法留下太深的印象 隔年1977年 變成了我們現在熟悉的蘋果圖案 再加上Apple的英文名字 7年後的1984年 蘋果認為單純的圖像更有記憶點 直到1988年的黑色蘋果 就是我們現在大多數人 認為最經典的Logo之一 好 到了21世紀 也就是2001年2015年 除了顏色基本上沒有太大的變化 根據設計師受訪的時候表示 其實呢 它最早畫的是一個完整的蘋果 但是因為看起來 真的太像櫻桃或是其他的果實 它很擔心會造成錯誤的聯想 所以呢 才有這個咬一口的設計 當然啦 除了品牌特色 很多人會選擇iPhone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看上了它的安全性 蘋果也經常強調 全世界的iPhone功能上都沒有差別 但真的是這樣嗎 趙文 我想問問看 你平常在打字聊天傳訊的時候 會不會使用emoji圖案啊 一定會啊 大家都會吧 沒有錯 但是你知道 有個符號世界上 可能有好幾千萬人看不到嗎 怎麼可能 不要急 不要急 如果你正在看節目的話 拿的是中國版的iPhone 趕快打開你的emoji鍵盤 一起來找找看 畫面上左邊 這是台灣版的iPhone界面 右邊則是中國版的iPhone 就在鍵盤上的同一個位置 趙文 你有發現什麼不一樣了嗎 欸 等一下 是不是台灣的國旗不見了啊 沒有錯 中國版的iPhone 沒有台灣國旗的emoji 如果有人怕是自己演化 沒有關係 我們換另外一個方式 改用搜尋的方法 在這裡輸入台灣 可以看到台灣版的iPhone 跑出來的是台灣國旗 沒錯 這個沒有問題 但中國版的iPhone呢 趙文 趕快告訴大家 你看到了什麼 欸 等一下 怎麼怪怪的 這裡頭是餃子 火鍋 麵 筷子跟白飯 我就在猜啦 是不是蘋果的工程師 他們很傷腦筋 因為他們為了要替換掉台灣的國旗 他們就很直覺認為台灣跟這些東西 跟台灣有關係 的確是有這種可能 不過為什麼蘋果過去標榜都一樣 在中國卻長得不太一樣呢 可能就跟很多的跨國企業一樣 中國龐大的市場啊 不能說放就放啊 對 除了你剛剛講的之外呢 其實從統計也可以看出端倪喔 2022年智慧型手機在中國 賣出的大約是兩億八千六百萬台 那麼其中呢 蘋果公司的iPhone系列佔了百分之十八 也就是說一年呢 大概是賣出了大約是五千一百四十八萬台 等於是台灣人口的兩倍以上 哇 甚至還有很多國的媒體指出 中國會下令呢 禁止中央政府機關的人員工作時 使用蘋果手機 這項措施就是被視為 對美國禁止政府員工 他們去使用TikTok 甚至抖音 還有禁用華為設備的反擊啊 不過上有政策 下有對策 中國民眾其實早有準備了喔 不少人就默默的實行上班用國貨 下班用iPhone 所以就算政府禁止 也很難擋得住中國粉絲的 四中信仰 欸 真的耶 今年的過年特輯呢 真的是蠻感動的 因為很謝謝你啊 從這個冰島回來加入討論啊 大家看得過癮嗎 還有記得要追蹤 少年新聞 就記得IG跟粉專 或者是呢 進email到我們 Tik's Weekly信箱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是潘兆文 祝大家新年快樂 拜拜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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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